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如佛贸销局联合牛奶初产商一起监督市场长达4个月 但至今却依然要等待化验报告出炉 才能决定下一步行动 张宁群就批评 贸销部和卫生部在处理此事件上面慢了三拍 导致将国内的成百上千的婴儿暴露于危险之中 而卫生部长苏巴马连则表示 孩子发烧偶谢很普遍 究竟是不是来自假奶粉 还有待调查报告出炉之后才能确定 因此希望家长们理智看待有关的事件 至于假奶粉化验报告何时出炉 他就表示 会在两天前算起的两周之后出炉 接着有雇员公积金局EPF的追因消息 EPF将会在明年1月1号起落实四大新措施 在新的措施底下 当局将会协助雇事的会员 加速分发存款给会员的进行 特别是拥有年龄18岁以下小孩的会员将会受惠 而会员也可以继续提名个人为其存款的受益人 第二 年龄纪满55岁符合资格的会员 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取出任何数额的部分存款 选择每个月提款者最低的数额为100令吉 第三 会员弹性提款政策 从现有的75岁延长至100岁 派息延长至100岁 最后 为了配合60岁法定退休年龄 在55岁前逝世的会员将会获得2500令吉的死亡福利 延长5年至60岁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针对有议员询问政府是否会探讨恢复汽油津贴机制 国内贸易合作社以及消费部副部长亨利·宋爱贡就表示 每周公布汽油顶价的机制更贴近汽油的成本 对国人而言比较公平 也反映了市场汽油的价格 亨利也说 自从落实了汽油顶价浮动之后 RUN95油价下降了15次 上升20次 总共是降价87千 以及涨价了82千 替消费者节省了5千 接着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我身旁的这些 看起来就像一颗颗巨大的蛋 大小几乎一致 直径约17厘米 但这些其实是雪球 这些雪球日前大量涌陷在了俄罗斯 西北部芬兰海湾 引起附近居民热议 当地的生态水加质 也许是海上石油泄漏导致了雪球效应 也有人认为 可能是雪被海浪卷起而形成的 或者是石头被冰雪覆盖了 才会出现如此的奇景 最后让我们来看娱乐新闻 马仙联手打造的 The Voice决战好生 在这个星期日将会迎来总决赛 而导师之一的曹格 为了学员拉票 可说是不遗余力 大出绝招 刷爆了人情卡 决战好生 Tim Garrett 我支持你 决战好生 我支持曹格战队 直见曹格找来了黄晓明 谢天华 潘伟博 God7 & Jackson等 多位的大咖明星 录制影片 为其战队的学员 埃在翁逸杰 以及林文森拉票 而这个短片在公布之后 本身也纷纷留言写到 曹格出绝招了 究竟谁会胜出 这个礼拜天自有分晓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